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西湖区文化共享工程百姓大舞台迎来赴赛 更多内容江西旅游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旅游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旅游报道 冬天来了又到了泡温泉的最好时节 泡温泉既是一种养生之道也是一种旅行方式 能放松心情又有保健养生之效 可谓是冬季休闲度假的博二之选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泡温泉的绝佳好去处 位于九江的休水温泉小镇 在休水城区 九岭山等山脉绵延环保 一条休江川城形成山环水豹的城市格局 至于城市中温泉小镇以九岭山之脉而建 是休水人眼中汇聚天地灵运的好地方 休水温泉小镇的天然温泉水发源于九岭山脉 温泉属于复合型热矿泉 出水温度高达63至65度 经水质分析报告显示 温泉水中含有西 东等3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元素 我们刚刚拿到了一个江西温泉水温水质的一个认证 那这个认证呢 主要是证明我们的水是很天然 很干净 且那个水温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 其中呢 主要还是这个偏硅酸 因为它是人工无法给它加进去的 是天然的 为了保证温泉水质的偏硅酸和高碳酸钠及出水温度 酒店温泉管道采用了高墙连续玻璃纤绕成型工艺 外面采用聚氨醋泡沫保温 途经九个行政村至温泉小镇 那现在呢 我来到的就是无边际泳池 大家可以看到啊 放眼望去 我们这个水池好像和后面的山融为一体了 非常的有意境 那来到这里啊 我觉得顿时暖意融融 感觉好像一下子忘记了冬天的寒冷一样 那到了冬天呢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多泡温泉 因为呢 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加速新陈代谢 那温暖的温泉水呢 还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 把一天的烦恼都抛出脑后了啊 位于温泉中心占地8200平米的室内恒温水乐园 包含海浪池 皮花挺滑梯 及各个特色小泡池组成 融刺激 娱乐 亲子互动 养生于一体 可随心细游 我们现在呢 温泉中心呢 主要是有室内的水乐园 还有呢 有室外的一个形状各异的汤匙 像有红酒啊 艾草啊 然后一些添加了一些牛奶 以及我们二楼也是设有了理疗中心 这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亮点 在享受温泉之余 温泉小镇内特设休息厅和3D营室 供大家放松身心 值得一提的是 小镇最新推出了真灸 全身爱灸 亮眼灸 中医推拿等多项理疗项目 旨在为宾客提供高品质的健康养生体验 你泡完温泉 你已经把毛孔打开了 然后我们直接 马上全身爱灸的话 就更容易吸收 就是说更容易透 对我们的身体的话 会更好 据了解 休水温泉小镇还包含 五星级标准度假酒店 温泉养生别墅 洋房 中西一结合的温泉康养中心 大型购物中心 半山温泉汤院 以及计划兴建的国际双语幼儿园 是温泉理想度假墓地地 也是江西文旅打卡地 值得一提的是 只要持有北京银行信用卡 原价208的温泉门票 现在只需10元 这个冬天来休水温泉小镇 共享十亿生活 今天一大早 朋友圈纷纷晒起了雪景 咱们南昌下起了 今年入冬的第一场雪 不过最美的雪景还在庐山 昨晚七点起 庐山迎来京东首场大雪 吸引了不少游客上山赏雪 山城夜飘雪 惊喜山外人 许多游客提前上山等候大雪 北风呼啸之头颤 古岭飞雪瞬间白 让大家着实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纷纷走在古岭街上 夜上飞雪 哇 喂妈 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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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久没见着雪了 好多年了 多少年了 七八年了 吃完饭之后出来就看见下雪了 然后就在这里 看雪 这里的话有一种在北欧的感觉 感觉有一种梦幻梦幻的感觉吧 像童话里面的小仙女 雪这样下着嘛 然后灯光这里也不是特别的凉 但是你会觉得非常的安静 你不小心就白了头 即便是寒冷 即便是手很冻 也还是愿意在这里继续穿 太幸福了 太高兴了 说明卢山是一个福地啊 卢山太美了 很好看 夜色也很好看 然后期待明天更好看 截至14日凌晨时 卢山累计降雪量达9.7毫米 雪深已达6厘米 预计未来仍将维持 卢山气象局发布暴雪蓝色预警 和道路结冰黄色预警 目前北山公路16公里以上道路 积雪较严重 南山公路部分路段也出现积雪现象 卢山公安局交管大队 采取冰雪天气交通管制措施 温馨提醒大家 所有来山游客车辆一律不得登山 在南北山换城中心换乘旅游观光车 或者乘坐交通索道登山观光游览 在中国最美乡村雾园 当地还保留着不少庆丰收的习俗 而其中的进山神五回庆丰收活动 整个场面更是热闹古朴 十二月十三号在物园黄陵 伴随着喜庆的铜锣和唢呐声 当地村民捧着稻米黄米小麦 素米大豆等五谷开始进山神 进山神结束 五回开始 在一位斗回者的引斗下 两头回开始舞动起来 一回由两人扮演 前者两手托举彩绘木雕面具 后者屈身披青布 由一丈二尺长的青布牵连着 前后两人保持着一定距离 在菩萨指引下 两回绕行场地 或走或停或坐或立 热闹喜庆的场面 引得游人驻足争相拍照 感觉非常的好 就是从来没有看过 这个山神记住的形式 然后第一次看到这种传统文化 觉得大家整场的设计 也非常的精彩 就是让人很难忘 我觉得很震撼 看到这些山 然后这些文化 对我来说 就是一种很大的震撼性的冲击 然后我是觉得 就是应该时常的 就举办一些这种活动 而且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 它也是一个当地 非常有特色的民俗活动 应该把它传承 并发扬光大起来 据了解 回是古辉州传说中的五谷山神 保护庄家不受野兽侵害 保佑山民平安 古辉州的物园和济西 都一直保留着五回的习俗 当天安徽济济济县的 五回表演队伍 也来到了黄岭 向游客展示济济县的五回表演 我们济西跟五回的济 基本上一样的 都是比起赈灾 这个表演手法上 就是有一点不同 黄岭这个五回民俗活动 历史是很悠久的 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 它为了驱赶这些怪兽 避邪纳妇 五回它的主要的就是 庆祝五谷风的风调雨 在国泰民 2020年南昌西湖区文化共享工程 百姓大舞台活动 自从11月29号开赛以来 反响热烈 上周末活动迎来了关键的复赛 12月13号 百姓大舞台复赛 在南昌市西湖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举行 从三场海选脱颖而出的25支队伍 齐聚复赛 为争夺最后的决赛席位 火力全开 激情绽放 从舞蹈场海选脱颖而出的朱雨昕 这次带来了她的全新作品《葬心》 这次的节目呢 我是按照我的身材体现来体现这一次的舞蹈 而且我觉得这是驱绊的所以特别的重要 从声乐场成功晋级复赛的 来自南昌银河艺术团的高建国 对于自己的表现则有些遗憾 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 赏音 失雅 还会是最佳状态 有点遗憾 高音的时候表现力不够 本来按我平时来说 我是嗨C是随随便便成 今天有点吃力 本次百姓大舞台复赛 决出了15支队伍晋级最终的总决赛 本月20号 总决赛将精彩上演 欢迎收看风暴演 上期我们节目报道了 宜春市民刘先生 2018年5月份在九江庐山西海 红运水云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 按照合同约定 江西庐山西海洪远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应该在2019年5月31日交房 可是到了2020年12月份 说好的交房日期已经过了一年多了 入户的温泉没有兑现 房子也没有交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业主告诉记者 2019年5月31号 开发商没能如期交房 随后在7月 开发商跟业主代表们 签了一份延期交房的补充协议 承诺于2020年5月31号前交房 并且完成温泉入户等配套设施 并且约定 如在2020年5月31号前 仍不能顺利交房 业主有权追究违约责任 也有权终止合同 开发商必须准允业主退房 可是如今新约定的时间又过去了半年 项目依然没有动静 当时签议协议它是这样的 19年5月31号没有按期交房 所以开发商的 就说批上了四个月的损失 每个月900块 大概是业主得到3600块钱 而且在那个协议里面 它就承诺了 在2020年5月31号 一定为装修好 那么到现在维持 装修还是依然如此 没有装修 就困在那里 所以我们很失望 按照合同的规定 他们就严重的违反了 这个高房的合同 而且现在的温泉又没有日付 温泉还要遥遥无期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考虑到的就是受到了欺骗 因为它宣传的一个是不真实 欺骗了消费者 所以让我们在这里购房 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 一个人他没有按时交房 一个人没有他到我们 当时宣传的一些要求 所以我们要求 开发商要退房 12月7号 记者在九江庐山西海 红韵水云间项目现场看到 小区内每个房间的门和窗户 都没有安装 门前还堆满了许多建筑材料 业主们面对开发商 一次又一次的失信行为 感到寒心 他们找到开发商 要求退房 从交房的时间 你已经围交了一年多了 那就是退房的啊 我说你如果说想退房 我能做的 我只能说跟公司背包这个事情 但是我可以从我个人 跟你们讲 公司肯定不会 这个我讲的直接 你这里退 你有不能退 你觉得你无路 你叫我怎么办 他违法这个好多归你吗 你们呢 你这个是不是 我跟你讲 从合同上来讲 就是我们的交房标准 合同上的交房标准 是两个 一个是取得军工严肃报道 第二个 它是取得了 实测报道 合同上的交付标准就这样 这个就取得了不 取得了那肯定是取得的 按照这位袁总的说法 目前小区已经达到了交付标准 可是业主们并不认可 他们至今也没有接到开发商的交房通知 面对这样没有诚信的开发商 业主们纷纷表示要求退房 那么业主们该如何维权呢 随后 记者和业主们来到南昌中营事务所 咨询此事 开发商不能交房的原因可能多种 一个可能是不符合交房的一个条件 所以是辞职因为就交不了这个房 那么这样他不能交房 一是开发商尽快加强跟相关部门的沟通 完成他的各种手术或一种设施 来达到符合交房的一个条件 另外一种 因为他实验交房就依据合同的规定 来承担他的相关的违约责任 包括交持纳金或是发息 或者进行其他的一个补偿 这是他承担的一个责任 对于退房的话 这是有合同约定的 根据合同来说 合同认为他如果实验交房 三个月四个月以后 他有权解决合同 那么他就有权利要求退款 把那个房款还给他 购房者在购买西房的时候 只能通过开发商的宣传广告 来决定是否买房 开发商为了迅速卖房 虚假宣传是有发生 甚至出现开发商违约 迟迟交不出房子的现象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购房者们 如果遇到开发商逾期交房的行为 可以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上 第12条逾期交付责任的约定 买售人有权解除合同 假如您觉得自身权益受到侵害 都可以拿起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风暴眼的投诉通道已经为您开启 您在消费过程当中 遇到任何问题和麻烦 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维权热线是07918830101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